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都减少外出活动 因此居家办公 远距教学 或是在家里滑手机追剧 因为限制在居家空间的活动 因此大家的运动量都减少了 在家里常常是或坐或躺 从坐姿或躺姿要起身的时候 你是否也觉得全身卡卡的呢 首先我们要针对3C低头族 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都不动 低头滑手机或是看平板 忽然要抬起头来的时候 觉得肩颈酸痛 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拜访吉他诗人董运昌时 我给他的一些中医保养建议 你是陈于安医师吗 你好 你好 我是董老师 你好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 不会 我现在在练的这个是一个 古典的很有名的曲目 叫做巴哈无伴奏大地琴第一号 它本来是大地琴拉的曲子 然后把它变成吉他的原色 有另外一种感觉 陈医师那现在到我家去喝杯咖啡 坐一坐 好 打扰了 谢谢 来 陈医师请进 东老师 请进 我们家好古色古香 对 我们家就是 来 打扰了 防鼓心的 谢谢 谢谢 好 来 请坐 好 请坐 都可以坐 你看我们的吻弹症姿 是这样对不对 我们肩膀是 有点一高一低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然后慢慢就会变坨 所以 而且有一个问题是 左手一直在移动 对 但是右手是不动 对 那不动才会出问题 对 动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的 通常这个右边的肩膀后面 我的肩胛骨 就会痠痛 痠痛 对 所以因为这个手 都只有这里动 那这个地方是不动 就是要维持这个姿势 很长时间 对 那连带就是 到这个地方 我就产生偏头痛的问题 还有这个右边也比较近 第二个就是 我头平常练颈的时候 都是侧向左边 对 我们不会侧向右边 对 好 侧向左边 又是这个动作 一直这样 然后连续 多的话 一天可能回到八个小时 那少的话 至少也有两三个小时 都是这个动作 刚刚老师提到 不要的就是久坐不动 甚至你说 其实你长时间都是用左手 是造成它的肌肉 两边的这个不平均 是 那其实就在我们 中医的理论来说 就是说我们平常不动的这个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 气质血穴 就是气血它的运行 因为僵持一个姿势很久 那过度用力 又会造成过度使用 可能虚劳 或是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 以温通经络 曲风止痛的茶饮 伸展拉筋 就可以缓解 桂枝葛根茶 所准备的材料有 葛根一钳 防风一钳 红枣三颗 柜枝三钳 将药材洗净后 红枣去紫 加约一千cc的水煮沸 等到水滚了转小火 让它滚五分钟 就可以饮用了 老师我茶煮好了 你在研究我们的一种药材吗 谢谢陈医师 好 不会 对 我们这个茶就是用这四味药 煮出来的 我只认识红枣 另外三个是什么 红枣这个比较常入餐 应该大家比较熟悉 这个像树枝一样 它就是桂枝 您可以闻闻看 它有一点肉桂的味道 它跟肉桂是同一个 这种香料有的时候 那个咖啡也没有放 对 那个是肉桂 哦 肉桂 对对对 就肉桂味道 同一个植物 但不同部位 我觉得蛮好喝 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蛮好 就是 就是它有点甜甜的 然后又有点那种 刚刚那个桂枝的味道 一般人呢 就是大概喝下去 会觉得过一阵子 会有身体热热的感觉 那它其实就是 像桂枝啊 它就是比较温性 它有温通经脉 那我们刚刚说防风 它有防止风险 那葛根它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以前中医古书都会说 它在走我们的颈项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 诶可能因为 呃 姿势的关系 脖子比较紧啊 那这个脖子 其实也是古人认为说 我们脖子跟头面 是很容易受风寒的部位 所以我们大概用 柜枝防风格跟这个 去走我们颈部到头面部 就是温通这个经络 它都是比较容易上火 比较温通的药材 所以我们中医讲的 比较容易阴虚火旺 那就是说睡眠不足 可能有一些虚火 或者是说 甚至已经有一些食火 就是火气大 喉咙痛 或是有便秘症状的人 就比较不适合饮用 嗯 那我们等一下喝完茶 可能教老师一些伸展的动作 好 OK 那我们第一招就是叫左顾右盼 我们就稍微把自己的头 往右边转大概九十度 要转到极限吗 对 九十度就大概看自己的肩膀平 然后往那边看 然后维持三秒 然后我们再往左边 对 那我们记得就是肩膀不要跟着旋转 我们只动我们的颈椎 就我们一组大概做十次 然后停留三秒就换另外一边这样 好 那我们第二招呢 就是加一下手 做一下比较大范围的伸展 就是我们先把手 拾指交扣 然后就是我们长辈就是 就是手心朝天 然后就把它举上来 然后我们眼睛看着我们的手掌 那这时候会觉得我们后颈部 就是做一个很 比较完全的伸展 然后我们大概维持十秒钟 就可以放下休息一下 那一天一样做十次 哇 做这个其实 就是很热耶 很费力 对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就像您刚刚有条肩胛骨 它可能连阔背肌 后面肩胛骨的肌群 也可以伸展得到 我显然很久没有做这样的感受 很久没有运动到后背了 那我们再试一个 就一样我们先把食指这样 那我们放到我们的后颈 然后我们叫头手对抗 稍微做侧面 大概就是我们这样往后 往后 然后大概维持十秒钟 你会觉得后颈部要用手护住它 然后头部的肌肉跟它对抗的感觉 这时候就会伸展到我们的 比较少用力的三头肌 然后跟后颈部 还有我们的肩胛骨后面的肌群 那一样对于我们长时间往前倾 打电脑知识的人 伸展到你平常比较少用力的肌群 感觉不错 还蛮累的 感觉不错 好 最后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手的肩胛骨都运动完了 我们就是将我们的颈椎做放松 它叫做摇头晃脑 其实就是我们先从右边顺时针 然后轻轻的然后回到正面 我们一天大概转十次 会不会有咔啦咔啦转不动 不会 觉得很酸 很酸 好 那我们就可以动作 在做的时候就是慢一点 然后就是绕 绕 那我们刚刚做完一圈顺时针之后 我们试试看 从反方向逆时针做回来 像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会觉得我的脖子里面的 关节的声音就比较明显 更大声 更大声 我比较讶异的是 像这个右边 我一坐下去 该酸的地方 该痛的地方 全部都显现出来 原来我的问题这么大 这样是舒服的感觉 算是舒服 因为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不会知道就是说 原来我这里也酸 然后后面这个 颈到背的这一块也酸 然后一坐的时候 症状会变得很明显 我在做这些地方的酸痛 是不是就表示我这些地方 不够健康 还是气血不通之类的 用西医的语言 可能会说 你的这个筋膜 可能就是有一些发炎 那会觉得角度会受限 中医的语言会觉得说 就是一个循环不好 气血不通 局部有些气质血语 所以你们会觉得酸痛不舒服 这样 原来是这样 刚刚的肩颈运动 大家有跟着一起做吗 是不是觉得动一动肩膀 舒服了一些呢 防疫期间 大家不管是在家里 是休假还是办公 都一定要记得每一个小时 都要起来动一动 才会让防疫生活更健康哦 相信很多人居家办公 长时间久坐 除了肩颈痠痛 也会有坐骨神经痛的问题 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就随着中医师庄佳颖 他一起来看看 他要如何帮助书法大师周良敦 来缓解坐骨神经痛的问题 我都忘了怎么写 老师我看你帮我写好了 好 看着周良敦老师写下我的名字时 我终于了解 您将的背后 是付出许多时间 不计代价的练习才能成功 这样可以吗 好好看哦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说不定可以 你的名片可以就用得上 耶 开心 但是我的药不好 是 老师 你就要帮忙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坐骨神经痛 因为习医说不用开刀是不是 有些人说要开刀 但是也有人开始失败过 对 有些人失败 然后症状还是持续 因为其实坐骨神经痛 它虽然是骨刺 它骨刺会要不到神经 但有些人很痛 有些人一样的骨刺 它就不会痛 所以其实还是跟你肌肉组织的弹性有关系 或是你身体或是属于发炎状态 因为你比较属于风寒湿的那一型 像天气比较冷 尤其前阵子天气比较冷 比较湿的时候 这个风湿一侵入到我们的肌肉里面 然后马上因为你骨头本来就不舒服 那个风寒湿的邪气一入侵你就会变得更痛 所以以麻为主 因为我们风寒湿的邪气 一些湿血是比较属于重拙 然后会往下走的 它会紧紧的 麻麻的 再请教一下 有的时候我想说不舒服 会不会腰都是一长期卡在这里 那所以说我就会做这样子 就这样子 有的时候它也是卡一下 对啊 它也会卡一下 这样子对它有帮助 或者是训练这个腰力 它会有帮助 可以 你这样的动作会舒服 因为你这样摇一摇 它就松开了 对 那你就会觉得它就比较压迫 会比较轻松一点 你就会觉得比较没那么麻 比较没那么紧 那如果做运动 有没有一种简单的姿势 就不要去哪里不要去哪里 在家随时可以坐 蹲久 这样子就最简单 所以它最直接有训练 大概肌肉的 当然有 太极犬其实公操很多 对腰都蛮好的 我等一下可以教你 那你家有地方吗 有 可以 太棒了 针对周老师这个 做骨神经痛的问题 我要教他两个太极公操 因为这个太极公操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带脉 还有我们的膀胱筋跟督脉 因为这些都是运行到 我们的脊柱旁边 还有环绕着我们整个骨盆腔 那对于老师这个痛的部位 其实气血活络是特别有帮助的 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摇柱 首先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然后重心要放在你的脚跟 同时你的脊柱跟你的头 你要想象有一条线往上拉 你的身体就左右的摇 很自然的 你的手不要用力 其实就是你的脊柱在摇 然后再带动它 然后轻轻的 轻轻的 我们太极拳最重要是下盘要稳 好 这样子可以 然后就打到面门穴 对对对 这里很不错 打到这里就有点接近痛但是舒服 对对对 就是刺激穴道 对对对 就常常这样做 接下来另外一个动作是前腹 老师其实是后面的 整个腰的肌肉非常的紧绷 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刺激 我们的太阳睛 太阳膀胱筋 让它整个抵御外血的能力是加强的 同时也要放松我们的腰大肌的肌肉 所以我们一样就是先双脚打开 与肩同宽 然后呢 双手呢 你就放在自然的放在腰的后面 也是放在命门穴的地方 然后你就一个吐气往下 慢慢慢慢的 眼睛还是要直视前方喔 不要看地面 直视前方 然后这时候你就要让自己的身体上半身 尽量与地面平行 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整个 从脚跟啊 到你的这个小腿大腿这边 都是紧紧的 甚至的对 老师你这个姿势很标准很不错 每个动作呢 你都可以像这边就做三十次 那你这个 这个动作 你大概就做十次 我们今天要来煮 黑豆杜仲养胜茶 准备的材料有杜仲 黑豆 赤勺 还有桑 这不是桑寄生 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去中药房买到这种 整片整片只有桑树 但是上面没有寄生根 没有黑黑的那一圈的话 那不是桑寄生喔 那是唯品 或者说它不是这么好的药材 你们还是要买到有寄生的 这是正确的桑寄生 可能药材好呢 可能卖给你是这样子的 还是记得买这一种 药香会比较好一点喔 杜仲黑豆补圣 所需的材料有 杜仲两千 赤勺两千 桑寄生两千 黑豆两千 水1000cc 先将药材洗干净 加水 用大火煮滚之后 再转小火熬煮半小时 将药渣过滤掉 就可以喝了 也可以加一些适量的红糖 来调味 心 我觉得这个地方 趁着周老师上书法课的时间 我已经把杜仲黑豆补圣饮煮好了 若是老师持续饮用这道茶饮 就能对他的腰痛有所帮助 左 中 右 这样过来 老师 不好意思 老师 不好意思 按哪里 我帮你煮好这个 杜仲黑豆养胜茶 那这个就是 对你的腰跟筋骨都有帮助 老师 你可以喝喝看 口感应该不是非常好喝 但是它会有独特回甘的味道 最主要是它是对养胜很有帮助 没有喝过这种味道 干干的 色色的 你其实就可以像煮成这样的茶饮 然后平常你在读书的时候 就是当作茶饮这样子喝 然后每次大概就煮个500cc 那一天喝一次这样就可以了 那大概持续喝个一个月 其实效果就会出来了 好 老师 不好意思 到时候大家上课 那我可以旁听吗 谢谢 好 那我来到旁边听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如果你的痠痛问题不是在肩颈 也不是坐骨神经痛 而是介于两枕之间 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中医师龚彦伦 来拜访兼剧演员 太极拳教练 还有整副老师的廖家琛 来看看中医师如何 和这位同样是在帮大家 解决酸痛问题的老师 有哪些解决胃痛的方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彼此互相交流吧 我练武练到那么多年 发现其实 我们都误解腰力的意思 那我们一般常常讲 用腰力做事对不对 很多人误解腰力是这样在用的 这样其实腰很容易受伤 其实就像那个李小龙讲的 腰马合一 马是架式嘛 腰是这样 他是用腿跟夹脚这个力量 所以他打棒球是这样用力 你这样其实没什么力 然后假如我今天要用这个力量 对不对 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受伤 其实不会折到对不对 如果是整个下沉就不会 所以举重协能是这样用力 老师您会不会遇到 譬如说有时候 腰会觉得比较紧绷 或者是这种比较 就觉得比较硬一点的时候 所以比如说我背部 热敷完之后对不对 我可以用那个球在底下滚 把它撑开 两个垒球 两个棒球 可以用腕子绑起来 那个洞刚好是闪 还有脊椎对不对 对对 就这样滚了 然后如果刚开始很痛的时候 我脚要撑下去 手座撑下去对不对 比较不痛就可以拱起来 就可以立地 你说给他加点压力 对 如果说比较熟了 比较不痛了 脚伸还可以抬起来 老师讲的这个也是 我们平常在跟病人 卫教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其实我们把 脚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 或者是脚稍微抬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腰 会比较平贴到我们的床上 所以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这个抬起来的时候 好像腰就比较可以 让那个球 可以更按摩到腰的状况 腰背痠痛的病人 他们可能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是在膝盖下放一个枕头 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他的 腰部比较舒缓一点 老师要跟您分享一个几个 我们常常来治疗下背痛的穴位 第一个穴位叫做沉山穴 在我们的小腿肚的正中间 我们可以用手从下面往上摸 会忽然发现 好像那个 忽然肉膨起来 好像上山一样 就是大概是那个点 大概就是在我们小腿肚的 一半的正中心点 这样 老师可以试的按按看 酸 有感觉吗 有有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 这样按得好像有点累 这样腰会痠 腰会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找到穴位之后 我们会建议可以用这个 家里应该都会有一些 不管是长什么样的形状 不拘 但是旁边不要太软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小腿 摧上去 再会瞧瞧看 有没有一个很痠的点 对 这样就对了 这个就是沉山穴 沉山穴 好刺激喔 对 就是这种感觉 这就是有到位的感觉 人家被人家按这么酸 将心比心 就是这样的感觉 第二个穴位 要跟您介绍的是 风式穴 风式穴 风式穴是竹少阳胆筋的穴位 在我们侧边的这个裤缝 边边 我们的中指的指尖 点到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风式穴 平常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 就是敲胆筋 常常就是敲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的手 可以就自然地摆盪 敲旁边这一条 它可以放松我们的 扩筋磨脏肌 卡镜素 还有这个胆筋的位置 也可以缓解我们 腰背的不舒服 那还有一招 准备一个保温瓶 或者是家里有滚筒的话 也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找到一张床 把它放在风式穴的位置 有吗 有 轻轻地放着就好 不需要用力 这样子放上去 有感觉到有个酸的地方吗 好爽 有 这样抬起来更酸 有更酸的 对 这个就给它加一点力道 对 一开始很酸就放着就很有感觉 那受不了就这样撑一下 对 就给它 这个这个 老师你那扑揉 你太扑揉了 我们这集跟大家分享 防疫在家 因为懒得动 导致这里酸 那里痛 的解决方式 其中我们有提到一味药 就是桂枝 桂枝 它是肉桂树的嫩枝 肉桂则是树皮 那桂枝 它除了可以温通经脉之外 针对一些风寒感冒 还有喉咙有寒痰等上呼吸道症状 也有功效 我们跟着李星华医师的脚步 一起来拜访种植肉桂树的农家 好好的来了解桂枝的应用 李医师你好 我是薇兰 大哥你好 你好 欢迎你到我们的真桂枝兰农场来 是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就在做我们桂枝的一个修剪 是 你想不想体验看看呢 好啊 当然 好 让我请二哥示范一下 看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采收我们的桂枝 好 我们就是看我们需要的枝条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把它刮上去之后 就把它剪下去 从最根部的地方 对 从根部的地方 让它可以比较好的育和效果 是 这样到时候整个桂皮 就会很完整 那我可以试试看看吗 可以 谢谢 好 李医师 可以抓住一个技巧 因为我们是个虎口的话 让它吃进去一点的时候 这样子剪的时候 你才会方便出力 张开一点 如果你要是张开一点 对 让它吃进去 然后再紧 你可以再试试看这一只 这一只吗 对 你可以试试看看 没有再稀一点的 对 打造 可以小心你的头 来 用点力的话就可以了 我喘一下 我需要先吃午餐 先吃午餐 事实上才说 对 小心才不会打到自己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桂枝 是 对 这里是我们的枝芽 其实这些桂枝就是利用这些枝芽 把它的叶片去除掉之后 让它干燥之后 就会成了桂枝 这是干燥的状态 对 是 中医的桂枝呢 它卫星 性温 入我们的肺还有膀胱 主要可以温精通脉解肌发汗 那以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就是常用在感冒之类的疾病 说到桂枝 是张科长绿桥木桂枝的冷汁 不过这里的桂枝指的不是桂花树 而是肉桂枝 和大家熟悉的肉桂只是部位不同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在做桂枝银干的地方 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场所来做一个银干 一定要用银干 不能用晒干的感觉比较快 因为它水分蒸扇的作用 有关系 它才不会说 把我们的这些 它这些方向物质 以及它的这些药效呢 把它蒸扇掉了 好怕喔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要用银干 而不是用晒干的方式 焖蒸30秒之后 再加一个10ml的肉桂露下去之后 我们再继续把它重泡完成 那一般的话 我们会泡18倍到20倍左右 可以喝看看我们的肉桂咖啡 肉桂味很香 很香喔 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肉桂咖啡 肉桂味很浓厚 而且它跟咖啡的味道可以很 完全地融合在一起 完全不会不搭嘎 今天的节目 我们针对观众朋友宅在家 为防疫贡献一起之力 因为缺乏运动可能产生的一些 坐骨神经痛 肩颈酸痛 或是下背痛等问题 提供一些解决的方式 中医师们提供很多的法宝 像是简单的运动 穴位按摩 还有茶饮等等 希望让大家的宅生活 能够不卡关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中医出任务防疫特别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浸泡20分钟 二 无火煮沸软纹火 去药加取枝饮用 我再来闻闻看 平方前 好香喔 看一下这个颜色 看下这个颜色